新政院長外清德在臺上致辭到一半 突然一群勞團青年勾舉白布條闖入會場 大聲抗議 場面陷入尷尬 飯店人員與警方陸續將這群人脫離會場 其中一名成員不滿遭到飯店人員脫刑 僅抓住對方不放 還起了衝突 警方上前將人拉開帶到飯店外頭 老團在飯店外號召更多人繼續抗議 發現賴清德準備離開現場 一窩蜂衝上前遭到警方阻擋 甚至把人壓制在地 氣氛火爆 28號晚間行政院長賴清德前往大職一家飯店 參加台灣八八工商協進會理事長交接 遭到六名勞團成員突襲抗議 在驅禮過程中 飯店人員與勞團成員 發生肢體衝突 雙方揚言互相提告 在警方調解下將兩方分別帶回派出所 但並沒有製作正式筆錄 只是這場騷動可以看出民進黨再不正式勞團需求 類似場面簽會不斷上演 記者 詹超成 陳紫芳 泰北報導